我必須講一句坦白話 我們這個教育 這個多元教學的改革 各方面 因為這個教育構成兩岸之間 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是 沒錯 郭老師知道這個情況嗎 大致上知道嗎 大致上可以知道 可是細節沒有那麼清楚 我稍微在這邊強調一下 這個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 其實在本質上是很不一樣的 高中教育的話 它是叫做基本學歷 基本學歷教學 所以才有教科書 才規定什麼 我們大學的話 基本上的話 來是批判理性 就是你到了大學 就沒有教科書了 老師的話就平張嘴 那當然有的科目 是學了數理化這些科目 就不能夠瞎講 但我們這個哲學科 歷史科可能可以 要看它的口才 我們哲學科基本上的話 就算是每場上課 對我來講 都是個演講比賽 所以我這個演講比賽 您要完全學養 非常豐富才有辦法 不再學養 不再學養 而且要廟語如書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你講 這我自己的策略 有的時候 大家慢慢可以了解到 就是說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為什麼不讓學生講話 你知道為什麼不讓學生講話 我跟你講 因為學生都搞錯 學生都以為我們很有愛心 很喜歡上課 我看歐老師是 看我的眼神就充滿了愛心 但我這學生上課都沒有什麼愛心感覺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時間趕快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掉 所以我每次講課都非常認真 你可以偶爾錄影 我有很多的 我看過 很多錄影課 我上課基本上都像機統一樣 我看過院老師的錄影課 我覺得非常精彩 不是 因為我就要忘掉時間 所以讓我時間感覺上過得比較快 那產生這種效果 我唯一喜歡的就是有碰到一些 調皮搗蛋天生反骨的學生跟我辯論 因為他一跟我辯論的時候 哎呀 聲音一換 你知道嗎 尤其是女生一挑戰我的話 黃鷹出谷 鹿燕歸草 聲音完全不一樣 那時間過得非常快 大陸的教育很嚴格 但是它本身來講 它沒什麼變動的 因為大陸這邊不以學生為主 我因為得到的話 因為我在台大 我當過每一次大陸學生在台大找人來演講 都大概都是我 因為他們什麼各地的同學會 要稍微審核一下 那到我就不用審核 方便一點 當然到了北英女 萬一有入生的話 你也是不用審核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講的話我才發覺說 大陸的學生 他們特別特別重視基本學歷 連大學都這樣子 連大學上課本身 然後他們做什麼事情的話 都是非常非常靠譜的 有章有法的 這種做法 教育比較嚴格 這也是我們在將來的話 你們現在的美英女有沒有入生 沒有 我們現在在台大上課 陸生一定有 一定有 前排 成績好 考試成績高 好像來台灣的陸生都是成績好的 因為對他們來講 禮拜一到禮拜五好好上課 禮拜六禮拜天 騎摩車環島 回來以後又是第一名 這真的 這個有差別 我們都不好意思把話講得太明白 真的是 你要想明白的話 我們可以專門拍一個直播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